让高高的身体不歇息 直到我们感见不醒 弟兄姐妹平安 早晨我们来歌颂这位伟大奇妙的神 祂做我们的主宰 祂做我们的王 我们在敬拜当中 更多将祂的名 当得的荣耀来归给祂 我们一起来敬拜 在十加前 在十加前 祢赐下生命 盼望的应许 使我更新 因祢恩典 我们都成为胜过的子民 活在自由里 耶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祢恩典 导臣 祢恩典 和日子公园 祢恩典 祢恩典 看着了 祢恩典 讲述 長述 Has膜典 自由的运行 耶稣秘密 如前往 因祢救赎的恩典来照亮 河灯刚强 神不死亡 我们的神有余 来学养 Great Great 無人能与祢相比 Great Great 無人能与祢相比 Great Great 無人能与祢相比 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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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人能与祢相比 Great Great 無人能与祢相比 Great Great 無人能与祢相比 Great Great 無人能与祢相比 Great 对不愿能与你相比 你参观全世界 你爱照顾一切 你能领悟极限 无人能与你相比 你参观全世界 你爱照顾一切 你能领悟极限 无人能与你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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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祢的名超乎万有至上 主要祢的名是我们能力得胜的来源 主要让我们在任何光景当中 当我们来宣告祢的名 主要祢伟大奇妙的作为 就会介入到我们的光景之中 主要我们宣告祢的名超乎一切 无人能与你相比 无人能与你相比 天上地下没有靠着祢的名 可以得到拯救的 主要除了祢的名之外 我们都没有办法靠其他的名来得到拯救 唯有倚靠祢的名全然得到拯救 全然得胜 并且得胜有余 主要把这个得胜的确据 还有祢奇妙的能力恩赐才干 赐下这个权柄在祢的儿女中间 使我们今天可以倚靠这个权柄 来得着祢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主谢谢祢 与我们同在 这样祷告 奉靠我主耶稣宝贵 得胜的名 Amen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早上我们就是来高举祂 因为祂是这一位伟大又奇妙的真神 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来看神的话 记载在创世纪的一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 神的话这么说 上帝说 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书 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 果子都包着盒 事就这样成了 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书 各从其类 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 果子都包着盒 上帝看着是好的 有晚上有早晨 是第三日 上帝说 天上要有光体来分昼夜 让他们做记号 定季节日子年份 他们要在天空发光 照在地上 事就这样成了 于是上帝照了两个大光体 大的管昼 小的管夜 又照了星辰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要一起透过神的话 来思想敬拜这位伟大奇妙的神 如果说我们要从圣经的里面 寻找出最聪明最聪明的人 我想那应该就是大卫的儿子 索罗门王 他的智慧 是从上帝那里求来的 他用智慧 运用每个人的恩赐 来建立了圣殿 他向神求智慧 来治理百姓 跟治理国家 索罗门 有说不尽的丰功伟业 但在他的这一切的成就的面前 他却说了这样子的话 他说了什么话呢 他说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市 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虽然我们可以很认真的 也很用心的去完成 许多美好的事情 但是如果没有耶和华的帮助 这些事就不容易来成就 也很有可能会徒劳无功 没有成效 没有果效 这句话可以显出索罗门 他对上帝的一个敬畏跟尊崇 真的 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跟怜悯 我们要能够站立的文 真的是难上加难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上帝的怜悯跟恩典 他是爱我们的神 就连上帝 他所造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跟我的好处 都是为了我们的需要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看到上帝的创造 我们就发现 上帝他的创造的内涵里面 看重两件事情 第一个 他所看重的是秩序 我们看见第十二节 第十三节 这边特别说 于是帝发了青草 有结种子的菜书 各从其类 还有结果子的树木 也是各从其类 果子都包着盒 上帝看着是好的 有晚上有早晨 这是第三日 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上帝 他一天一天的创造 造了整个世界 这个世界 不是一次性的大爆炸 就炸出来了 我们看过 通常大爆炸之后 都是一团混乱的 但是我们看见 上帝的创造 乃是有次序的 他分开了 他各从其类 他各就各位 并且神 他看着这一切 所造的都是好的 我们看见 神他创造了光 把光跟暗分开了 有晚上 有白天 我们看见 神也创造了空间 他把水分为上 分为下 让它分开了 有晚上 有早晨 我们看见 神也供应土地 使整个土地 能够富饶 使旱地 能够露出来 使许多的草 树木 花 可以在这个地上 能够生长 生长 繁多 我们看见 神都各从其类 成就了一切 看着是好的 我们看见 神在他的创造的里面 带来了秩序 带来了和谐 进而丰富了起来 使人类能够来管理 能够来经营 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神的创造 就是用分开了 各从其类 这就是上帝 造生物一切的原则 表明各类的生物 都有所区别 次序 就是上帝 他行动的标志 混乱跟混淆 就不是上帝的标志 我们看见 在整个创造的过程里面 上帝都是透过 分开 分离 来丰富 整个宇宙 我们看见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在传道书的第三章 第十一节 也这样告诉我们 神造万物 各按其时 是有秩序的 让它成为美好 又把永生 安置在人的心里面 然而神 至始至终的作为 我们都没有办法参透 但是我们却看见了 神的创造 是带有秩序的 是和谐的 我们看见 保罗 在写信 给教会的里面 在论属灵恩赐的时候 他也说到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 按着次序来行 弟兄姐妹 你我的生活 也是应当要如此 我们需要规规矩矩的 按着次序来行 上帝的创造的内涵 充满着秩序 也充满着和谐 我们看见在经文的 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 这里上帝创造了光体出来 要他们来分昼夜 做记号 定季节 日子 年份 他看见 我们看见 这边有两个光体 大的管昼 小的管夜 又照了许多的星辰 我们看见 这是第四天 上帝的创造 他创造了两个光体 大的管白天 小的管夜晚 还有星辰光体 我们看见 借着这些光体 要来做什么呢 神的话说 要分别季节 也分别时令的记号 要定日子 也要定年岁 我们看见大地 借着世纪 借着节令 而有了生气 我们看见 万物也是如此 万物得以有节气 有世纪 它可以生长 可以休息 可以变幻 弟兄姐妹 创造的每一天 上帝看着 都是好的 有晚上 有早晨 日夜的交替 也使得万物 得以生生不息 弟兄姐妹 每个季节 都有不一样的祝福 每一天 也都有不同的恩典 纵使我们会遇到黑夜 但日头 它仍旧会来 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 神的创造 带给万物 带来了和谐的节奏 丰富了世界的脉动 也让我们的人生 充满了一个美好的韵律 好像诗人在第十篇 诗篇的一百零诗篇 他就说 他使草生长 给六畜吃 使菜书发展 供给人用 使人从地里 能够得着食物 这就是上帝的创造 我们在以色列书的 六十一章 第十一节也看到 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 原子怎样使 所种的发生 主耶和华 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 在万民中被发出来 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来祷告 我们要一起来感谢神 神祂创造了宇宙万物 在创造中我们看见上帝的心意 在祂所创造的每一天 祂都看为好 为了我们的生活 我们要向祂献上感谢 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来数算祂的恩典 来感谢祂 奇妙的作为 引导我们每一天 我们开口来祷告 主啊我们要向祢来感谢 谢谢祢创造了万物 主啊让我们看见祢创造 美好的心意 主啊光照的每一天 祢都说是美好 主啊因为我们要学习 向法祢来宣告 祢宣告我的每一天都是美好 主啊我的生命气息 祢看为美好 主啊我所知所想 我所经历的一切 祢都看为美好 我们要在每一天的里面 用来数算祢的恩典 所以荣耀给祢 我们赞美祢 我们赞美祢 祢都看为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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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慈悲爱我们的父神 我要说我们要定睛于祢 是的我们要 让我们来看见主祢美好的心意 在我们的身上 是的 当我们在充斥目标的时候 感谢主祢的启发 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帮助我们迈向正确的方向 让我们能够上升而不沉沦 就是因为我们每次努力的时候 都知道要以祢为中心 就算我们见不到祢 但是我们知道主祢一直都在 祢藏在幕后 为我们做了一切的工作 就算我们跌倒了 也能够在祢的帮助下 重新的站稳脚步 让我们在生活中 都能够来数算主祢的恩典 主我们要谢谢祢 也为我们引导 我们每一天的脚步 我们感谢祢为我们 在生命中所做的一切 我们赞美祢 是的主主 我们感谢祢在生活中 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主帮助我们 主如同诗人在诗篇提醒我们的 我的心啊 祢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祂一切的恩惠 主啊 是的主今天早晨来提醒我们的心 不可忘记祢给我们的一切恩惠 主啊 从最小的恩惠 数算到最大的恩惠 主啊 数算每一日 主啊 祢加添给我们那够用的恩典 主啊 帮助我们 主啊 就在数算恩典的当中 主啊 把感谢献上为祭 成为荣耀的祭归给祢 主啊 即使我们手中 今天是没有任何侍奉的 主啊 但祢帮助我们学习 主啊 把感恩 主啊 当作我们的献祭 陷在祢的面前来讨祢的喜悦 主啊 愿祢奇妙的作为 引领我们的今天主啊 让我们这早晨 主啊 就经历 主啊 你的诚实跟慈爱 极其广大的恩惠 谢谢主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名 Amen 我们来感谢神 你是有秩序的神 你的创造也带着秩序 你的创造带着计划 使万物各从其类 把我所所做的都要交在你的面前 让我们成为好管家 你的秩序也要充满在我的教会 职场 家庭的里面 宣告所有的混乱都要离开 我要交托 让祢来带领管理 我们开口来祷告 主啊 是的主啊 我们要告取祢 主啊 你是有秩序的神 主啊 你是的主啊 你的创造也带着计划 你让万物各从其类 主啊 宣告我们要成为好管家 主啊 让我们的生命充满着思绪 主啊 主啊 是的 主啊 不要宣告我们在生活中 天父我们仰望你 我们知道你是那充满秩序的神 从你的创造就呈现了那完美的计划 主啊 你让每一样事物都有特定的目的跟位置 主啊 你让自然界当中有和谐的秩序 主啊 你更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 都编织美好的计划 主 我们求你在我们的职场 我们的教会和我们的家庭当中 也赐下这个秩序跟和谐 主 当我们在面对一切的混乱跟困惑的时候 让我们记得专心的来仰望你 主啊 并将这个生活当中的混乱 带回到你的带领之中 让你的干跟你的杖带领我们 成为管理你所赐予资源的好管家 主 让我们更多用你属天的原则 来治理这地 来治理我们所在的每一个地方跟环节 主 我们仰望你 主啊 我们感谢你 你的创造看重秩序 主啊 我们的人生也有你的计划 主啊 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的优先持续 你是我们的第一 因为你是葡萄树 我们是枝枝 我们若藏在你的里面 我们就能多结果子 上帝啊 帮助我们 无论在教会 在职场 在家庭的里面 都能够有次有序 主 我们要祷告全民不再混乱 我们要祷告关系不再混乱 主 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回到你的秩序的里面 是教会 职场 家庭 都走在你的计划的当中 完成你的托付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来感谢神 感谢你的创造 为我们带来了和谐 感谢你的创造 成为我们最好的示范 我们生活中 常常有许多的冲突 因着自我中心 固执于自己的想法 没有办法放手 主啊 我们愿降服于你 把主权交给你 等候你的时间 让我们处在不同的季节的时候 可以体会你创造的丰富跟美善 让我们开口来祷告 主啊 我们感谢你 主要帮助我们 主啊 我们要来感谢你 因为你的创造最和谐的 主要你做了最好的示范 主要在我们生活中 我们主要有许多 有许多的冲突 主要赢着自我中心 主要一直有自己的想法 主要我们没有办法放手 主要帮助我们 主要让我们愿意享福 把主权交给你 等候你的时间 主要让我们处在不同的季节的时候 主要让我们不瞄咱红 主要为你创造 你为你的帮助 你为你的美善 主要我感谢你 主要我赞美你 主要让我赞美你 只和谐在我们的当中 主要让我们谢谢你 主要帮助我们 主要有从活 主 wanting you to come in 是的 亲爱的上帝 谢谢你在我们生命中 实行那奇妙大能的工作 谢谢你的良善 及赐下的祝福 谢谢你极大的爱与照顾 感谢你在十字架上的牺牲 使我们得着生命和自由 我们要向祢献上感谢 主耶稣求祢帮助我们 重新聚焦在祢的身上 更新我们的灵 提升我们 用祢的平安与喜乐来充满我们 不管是今天或是明天 都需要主耶稣基督 是的主耶稣我要跟你说 主我们愿意降服在祢的面前 来向祢献上我们的赞美与感谢 主啊 以祢配得一切的颂赞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天父我们感谢祢 看见祢美好的创造带着次序 看见祢美好的创造带着和谐 主啊 因此我们要来感谢祢 主啊 愿我们的生活 愿我们的每一天 也都是规规矩矩的 顺服在祢话语的里面 在祢带领的里面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祢祢的名字 我爱超过一切 祢能力无极限 无人能与你相比 无人能与你相比 无人能与你相比